由于史莱克七怪经历海神无考时 投机取巧 利用车轮战战胜七胜柱封号斗罗 第六考难度加大 由原来在七胜柱封号斗罗的联手攻击下 坚持一炷香的时间 换成波赛西的攻击 这个考核极其变态 由于朱竹青只是黑级无考 第六考他没办法参加 这就说明少了优名白虎五魂融合技 六怪的整体实力大大降低 如何面对99级巅峰斗罗波赛西的攻击 哪怕是躲避拖延时间 也不一定能成功 连唐三的曾祖 唐晨和并称 两月的千道流都受到挫败 更何况是他们六人呢 而且挑战次数只有一次 这个字怎么读 90%的人不认识 认识的在评论区打出来 史莱克五怪挑战海神斗罗波赛西 虽然从精神层面来看 唐三的精神力 已经达到波赛西同等的境界 但是在精神力的使用上 波赛西更胜一筹 波赛西全力以赴 只有击溃史莱克五怪的灵魂唐三 再去抓其他人 面对波赛西这样的对手 普通人会失去信心 不战而败 唐三却不一样 他只会在压力下创造奇迹 越挫越勇 竟然对波赛西主动发起攻击 观战的七圣柱封号斗罗 都纷纷感叹唐三的勇气 波赛西在七圣柱斗罗的心中 早已成为海神大人以外的第二个神 面对如何强横的波赛西 唐三终于明白 为何千道留下了严令 不允许五魂殿进犯海神岛 再借助海神殿的力量 在海神岛 波赛西可以说是神的存在 要不是唐三有五魂真身 恐怕早已支离破碎 在这次考核中 对于其他人还可以赦免死亡 而唐三 波赛西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因为唐三已经知道海神太多的秘密 除了唐三 考核的其余人已经逃顿 唐三接受了大部分的攻击 连喘气都不给唐三 唐三直接逃顿到海神山 波赛西寄讳于海神殿 才让唐三有休息的时间 波赛西健壮 身体飘然落在海神殿外 释放自己的海神五魂 将精神力和魂力融为一体 哪怕有汉海乾坤照护体 只有被探查位置 唐三必定遭到波赛西的范围攻击 想到这里 很明显波赛西已经知道唐三的意图 想躲进海神殿度过半个时辰 唐三见到自己的计划被打乱 竟然波赛西不让唐三进去 波赛西不想海神殿受到攻击 唐三可不怕 连忙催动全身魂力 蓝营霸王枪直指海神殿上方 虽然海神殿有自身防御 但是波赛西不敢冒险 万一海神大人动力 自己可承受不住 波赛西纵身一跃 试图阻止蓝营霸王枪的攻击 海神山上的植物在唐三的催动下 急速蔓延冲击海神殿 七圣柱封号斗罗 健壮自然为了守护海神大人 阻止这些植物的蔓延 就是因为七圣柱斗罗的参与 考核结束 退出海神岛范围 就算通过海神第六考 分散逃离的伙伴 也纷纷响起通过考核的声音 过了这一关 波赛西就在没有名正言顺 杀害唐三的理由 只能顺从天意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本期分享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